利同市的信誉区则是面临到用水的问题 因为地处管线末端 在去年12月停水十多天 没想到近期噩梦重演 在周末假日这两天 用水量再度不足 而且这个水压不足之外 造成了80户居民都没有水可以用 直到星期一再来水公司才到场修复 都完全没水 这样几天了 两三天 打开水龙头转啊转啊 勉强流出几滴水 另一头的居民更惨 拿着洒水器怎么压就是没有水 你看我现在快却到了嘛 还有洗手厂业者因为无水可用 干脆暂停营业 炎炎夏日竟然没有水居民好崩溃 而且这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 基隆信义区这处社区 因为未处于管线末端 去年12月才发生 长达十多天的缺水情况 没想到相隔才半年 六号七号周末假日两天 再度面临同样窘境 有80户居民受影响 甚至连加压马达也派不上用场 自来水公司在周日 先派水车供水 解决燃眉之急 并表示因为附近社区户数增加 用水量增多 导致水压不足 经过修复周一社区供水 已经陆续恢复正常 水公司承诺未来会定期巡视检查 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